卑斯省一名醫生發起聯署 要求省教育廳停止接受化石營料企業提供的教材 羅佩山報導 卑斯內陸Simon Arm急症科醫生Nori Adamson 近期發現她7歲兒子帶回家的教材 在由省內主要天然氣公司Vortus BC設計後就感到煩惱 她表示自己過去在急症室見到有病人在酷熱天氣下中暑死亡 亦遇到有人因洪水和山泥傾瀉而流離失所 而這些都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後果 有關企業應該負起責任處理氣候危機 而不應該向小朋友宣傳他們的產品 相對帶來較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說法 Adamsen透過加拿大醫生關注環境協會 聯同卑斯教師聯會去信省教育廳長韋瑞珍 要求停止使用化石營料企業提供的教材